剛剛提到就是住宅切稻 你就是開放資料裡面打上切稻 當然你不一定要找 我們練習的時候是用切稻 不過如果你假設你對其他方面的資料有興趣的話 你也可以再找找看 因為像這裡面的資料其實琳琅滿目 我記得好像他之前有個數字 這個數字的話至少超過 好像至少超過5萬種資料 就是各縣市你可以從這邊查全部資料 全部資料裡面的話光行政院就2萬多種 然後台北市的話2800多種 然後新北市的話好像居次 反而台中相對還要比台北提中的開放資料更多 那你想說開放資料要為什麼會開放 其實主要目的就是開放政府 因為有些資料反而你公開之後你是上網自己查就好了嘛 你不要每天要打1999在那邊問相關問題 不用你自己查就上面都有資料了 OK 像我剛剛提到的幾個問題 比如說可能會有人疑惑 到底歷年來治安到底有沒有變好 那你想說Google一下查一下到底 當然你看到新聞媒體講的可能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色彩他可能呈現出來的結果又不一樣 你會覺得confused明明同樣的一個 同樣講一件同樣的事情 為什麼有不同結果 所以你有時候還是需要自己找答案就好了嘛 所以最好是你自己找到原始資料 而且最好是一手資料 當然你這一手資料是不是完全正確 恐怕你還是要再去推敲一下 如果理論上假設這個切到的資料 我們假設不考慮說背後有一些什麼吃案的問題 因為你切到到底一定要報案嘛 有些人可能報了案 是不是有警員 為了要讓治安看起來數字更好 所以他不把它辦理 你先回去看看 如果目前假設我們不考慮這些問題的話 那我們來看一下 是不是治安變比較好 所以第一個的話 當然你可以自己去下載 我剛剛講你可以從這邊打那個切到兩個字 或者是說你可以從我們的範例檔案 去找到這邊就有了 不過這個資料可能稍微比 這個網路上面的資料稍微會舊一點點 因為他好像每個月都會更新 每個月更新很多次 那我這個資料好像我看一下把它打開 我把它按錯向下 那你會發現他好像只有到108年 這個是比較舊的資料 好像到2437列 OK 所以如果你要最新的話 當然你就是到這邊找那個 我剛剛講你就打切到 OK 然後切到裡面的話就一大堆 切到底下最下面一個 第一頁的最下面一個就這裡 然後把它點擊這個 下來之後的話打開來 不過打開的話會有個問題 我先在資料夾中顯示 因為他的副檔名是點CSV OK 那點CSV 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他編碼方式 假設你看到是UT28 你就要注意一下 打開來之後呢 有可能會是亂碼的 這個他會顯示這個 這不要管他 這個因為他裡面是豆點隔開 那你可以看到 把它Ctrl向下 剛剛好像有2400多筆 那這個的話就更新到多少 哇更新的比較多 他到那個110年的1月15號 沒有沒有 前面有111年的5月28 OK 他最後更新到這個日期 那假如說啦 我想知道 歷年 所謂的歷年 應該指的就是說 從104年 103好像是一筆 可能可以不記吧 104年到110年 這裡面 所有的是這個 由報案的紀錄裡面 就是說歷年來 是越來越多 還是越來越少 那我要怎麼統計 OK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問題 怎麼統計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 所以你們等一下打開來 可以注意一下 不過我在想 如果你是遠去上課的同學 可能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你打開之後 這裡面是亂碼 OK 特別注意喔 有可能是亂碼 那為什麼是亂碼 我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你是UTF8的話 只要你是用Excel打開的話 那基本上這裡面都是亂碼 那怎麼辦 你必須要把它改成 叫做ANSI的格式 不然的話你打開就亂碼 你想說老師 那為什麼你的電腦 打開的時候沒有亂碼 我跟各位講 因為我們學校 現在用的是最新的Excel 最新的Excel 好像這個問題 就已經幫忙解決了 所以如果你用的Excel版本 不是最新的 那有可能打開是亂碼 那要怎麼樣解決 亂碼的問題 跟各位講 兩個方法 要不就是說 你開啟範例檔裡面這個來練習 OK 第一個方法 那如果你想說 老師不要了 我一定要堅持用最新的 那怎麼辦 教各位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也是用在 將來你去下載網路資料 或者可能客戶給你的資料 或者外部來的資料 假設是亂碼這個問題 你要在Excel 遇到的其實解決方法都一樣 第一個請各位注意一下 請你把它開啟 因為我怎麼開啟 記得下載這個地方有沒有 我們下載這邊不是有一個 在資料中開啟 然後請你按右鍵 右鍵之後的話 請記得開啟檔案的時候 請你選擇用什麼 用記事本 OK 那你想說為什麼用記事本 這個CSV 格式不是用Excel才能開嗎 我跟各位講 其實CSV 其實它就是一個文字檔 那文字檔裡面 重點就是它裡面是用 豆點分割 反正它是豆點 這個C 實際上是common 這個S好像是指的是分割 OK 然後 我們按右鍵好了 然後記得開啟用記事本 那你打開之後 那記事本有個好處 就是說呢 它不管是UTL8 或者NSI 它打開都不會是亂 反而記事本更厲害 不是它厲害 因為記事本本身有資源 你想說 那為什麼微軟 它不直接乾脆Excel 就直接 對 所以新版它有資源 舊版它就不資源 OK 這個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如果你要把它改成不是亂 請你按檔案裡面有個另存 欸 另存的時候 請各位注意一下 關鍵的地方 就是在另存新檔裡面的這個地方 叫編碼 OK 如果你看一下 假設如果你編碼方式是NSI的 那基本上一次有開就不會是亂 那可是喔 如果你是用什麼呢 UTL8 可能很多時候它給你是UTL8 那你用UTL8記得很簡單 你把它改成ANSI 再存檔 那存檔之後 再重新用一次有開 那就不會亂碼了 OK 這個點可能要注意一下 像剛剛 它好像很奇怪 它上面有寫說它是UTL8 可是它又不是UTL8 所以這個資料可能在公務員給的資料 有點問題 OK 好啦 那假設它NSI我們就不改了 或者說我們把它改成UTL8 我們來試試看 如果把它改UTL8好了 我看一下我這個版本打開 試試看好了 你會發現這個是亂碼 有沒有 我記得 它這個資料好像之前就用UTL8 就長得像這樣子 不管新版舊版好像都有問題 那怎麼解決 目前看起來好像 它現在給的資料呢 又轉成ANSI 所以既然簡單 另存的時候 把這個編碼方式 改成ANSI 存檔 4 之後的話呢 我們再把它打開 基本上就OK了 這個大概跟各位說明一下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如果我今天有幾個需求 我剛剛講了 那我們就不要做太複雜 反正我們就要針對幾個 歷年治安有沒有變好 哪一區的切斷案件最多 哪一條路街道的切斷案件最多 大概這三個吧 下面四五你們可以自己練習看看 好 那首先的話呢 第一個 歷年治安 有沒有變好 那有跟沒有 其實第一個就是說歷年 那什麼叫歷年 其實第一個 我用新的好了 這個新的資料 當然你可以看到 歷年的部分 它是在發生日期 它只有日期 但是它沒有什麼 它沒有年這個欄位 所以我前面講過 如果說你今天要統計的是歷年 所以我們需要什麼 第一個 請你在D欄上按右鍵 先選D欄 然後按右鍵插入一欄 也就是說呢 現在我需要有一個欄位 叫做年 或者是民國年也可以啦 不過我們簡稱叫年好了 那這個年的部分 實際上來源就是在發生日期 那剛好在發生日期裡面的前三個字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年的部分 直接就取 取過來的方法 前面講過 你可以取前三個字嘛 那顧名思義 我們可以用文字裡面的前三個字用Lab 所以Lab裡面的話 文字在這邊 然後我取三個字 然後按確定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 取過來的話 它會是什麼呢 因為是Lab的函數 所以取過來的話 會是文字喔 OK 按確定 它會靠左對齊 然後你把它向下填滿就可以了 不過你會想說 老師那這個地方 需不需要把它轉成數字 其實就要看說你後面 需不需要計算 或者需不需要像之前我們那個什麼 統計那個幾年次的時候有沒有 需要做群組 如果你需要群組的話 那你就可 你就需要什麼 需要把它轉 轉換成為數字 但是因為我們這個地方不需要 不需要計算 你也沒有要計算 而且也沒有要群組 所以這一件事情就不必要 OK 其實當然你想說 老師我做了有沒有關係 其實也沒關係啦 只是說你多做 只是多此一舉而已啦 就這樣子 OK 好 第一個我有黏這個欄位了 好 第二個的話 那我要怎麼統計說歷年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有黏這個欄位之後 接下來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你就可以馬上知道 到底歷年的治安變好還是變不好 那其實我們可以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 插入樞紐分析表這個功能就可以 OK 前面好像有做過喔 其實蠻簡單的 所以第一步 請各位先產生黏這個欄位 然後用 left 取前三個字 第二個的話 再利用插入樞紐分析表 然後他會問你說 你的範圍是不是這一個 看一下應該是OK的啦 應該理論上他沒有圈錯 那這個放OK 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 接下來很簡單 只要把黏這個欄位拖拉到列 再來把黏這個欄位貼拉到尺 那你會發現 因為黏這個欄位裡面是文字 文字的話呢 他不會幫你加種 而是會幫你算幾個 所以你可以看到喔 拉下來之後 你可以看到 這個數字裡面就出現了 102年一筆 103年一筆 然後再來就104 到111就今年了 不過其實你可以可想看到數字大概就知道 歷年的數字喔 有看到他 科幣不曉得 應該是做8年 今年應該最後一年 OK 所以 理論上 他上任 他上任是不是 哪一年 111 是不是減掉 8年 OK 所以 他會往前推嘛 所以理論上應該就是 剛好他上任開始嘛 所以他等於是上任的 自然的數字是這個 然後到他結束的時候 所以如果 不過你會發現 看數字已經看得出來 好像越來越少 可是實際上喔 如果你今天可以畫一個折線圖 應該會讓人家更容易辨識 那各位知道折線圖吧 反正呢 只要數量跟時間有關的 畫個折線圖 其實是最清楚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畫個折線圖 不過畫折線圖之前 還有一個問題 可能要解決 什麼問題呢 你會發現喔 好像103跟104這個有點多餘耶 因為明明一筆怎麼可能 那應該這個有點誤值了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說 111這個資料因為今年還沒結束 所以這個來統計好像似乎 不太這個必要 所以還沒結束嘛 所以如果放在上面 當然不算數 那怎麼辦 如果假設說我今天 不要顯示102、103跟111的話 其實你可以從列標籤這邊點一下 那預設是全選嘛 你可以怎麼樣 把102、103跟111打勾取消 按個確定之後 你可以看到喔 它出來的資料 就會是你想看到的而已 那如果其他你不要的就不會顯示 其實很簡單喔 這個就是篩選啦 點一下喔 那篩選的方式最簡單就是打勾啦 當然其他還有什麼 你可以按照它的數字牌 什麼篩選 有沒有這些都有啦 這個叫篩選 OK喔 要你要的 好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我希望在這邊畫一個所謂的折線圖 那畫圖怎麼畫很簡單嘛 就是跟之前一樣的 這邊有樞紐分析圖嘛 所以剛剛1先插入樞紐分析表對不對 OK OK 產生這一個就是把年拖拉到這邊 年拖拉到這邊 然後做篩選 篩選在這裡 把101、102打勾取消 110也打勾取消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找到樞紐分析圖 OK 其實你只要找得到功能 應該還蠻容易的 然後再來畫摺線圖 摺線圖的話 請你找一下這邊的摺線圖 當然呢 我的習慣是有摺點 所以你用預設也可以啦 只是預設它沒有節點 它就這樣子很單純陽春的 那如果我希望它 最好上面點點 讓我知道一下它的位置在哪裡 這樣看起來好像有節點的這個看起來 比較清楚一點 然後按個確定就可以了 那各位可以看到 歷年的那個 這個資料就顯示出來 你可以很明確看得出來 這個什麼歷 或者可以改一下 這個叫什麼 歷年治安 歷年 歷年切到按鍵好了 OK 然後這個 這個也把它改一個 這個名稱也把它改一下 好 這樣的話呢 甚至你這個字的大小 可以再把它放大一下 然後顏色換個 這樣就很清楚了 OK 這個圖例不要的話 就把它抵立 因為這個好像沒什麼意思 它這個什麼合計 好 那你可以看到 104 一直到110 哇 簡直就是像溜滑梯一樣 而且喔 從大概快700筆 一直到現在的低於200筆 哇 治安簡直是 不過到底為什麼 這八年來 居然有這麼大的進步 這個我 對不對 我也不知道 但我們只能從 這個政府提供的開放資料裡面 看出一些這個帳面上的數字 不過至少啦 感覺上好像那個字 不過跟什麼有關係 我在想說跟那個街頭有沒有 那個攝影機數量大增了 你會發現只要翻什麼按鍵 馬上那個抓那個錄影畫面 馬上就抓到歹徒了 而且現在甚至喔 那個鏡頭來結合AI 就是人臉辨識 馬上把那個歹徒的相關資料 馬上就抓 所以說實在 現在做歹徒也蠻辛苦的 你 馬上你要做 你要偷個東西 馬上被抓到了 根本 所以它講說 這麼難就算了 所以這個跟 竊道會不會有一個直接關係喔 那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我們主要是利用什麼 原始資料 然後做一個統計分析 那你這個資料 你可以從網路上抓 或者是說 你可以直接拿那個範例檔都可以啦 反正大概類似的方法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OK 所以其實喔 如果假設你要做一些簡單的 那個統計分析啦 我是覺得那個 這個樞紐分析 跟樞紐分析圖 真的其實已經很簡單的了 下次其實就可以知道一些 背後看不到的答案 而且如果你將來要做個簡報 其實也蠻容易的 馬上這個資料其實 甚至如果你們是公司行號 比如你要做一些銷售上的數字 統計分析 也可以一樣化 反正這些資料一定都拿 相對應該都拿得到了 從ERP裡面撈 或者是從可能一些 其他的銷售部門 請他們提供資料 我想應該都拿得到 那你就可以利用類似的方法 快速的統計出一個相關的結果來 你就知道歷年到底哪些東西 銷售狀況越來越好 哪些銷售狀況越來越差 那為什麼會好 為什麼會差 其實你還可以再去做後續的探討 當然相對的 對於將來的銷售 應該會有一定的幫助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第一個問題 那後面兩個問題可能就比較困 第二個問題是哪一區 第三個問題是哪一條路街道 這個切到案件是最多的 試試看 那麼